我們今天來到行政院拜訪政務委員唐鳳 唐鳳委員是台灣最年輕的數位政委 同時也是G-01臨時政府的核心成員 一直以來他投入了公共事務、社會創新 以及資訊科技的推廣應用 從一名駭客到政府官員 唐鳳串延了科技與民主 結合了公民社會與政府團隊 讓更多的智慧與力量有更好的結合 讓我們請歡迎數位政委唐鳳 各位委員你好 你好 那現在世界各國都要面對武漢肺炎的疫情 那竟然傳出美國的衛生部遭駭客攻擊 那這個消息引起我們資產界一片嘩然 因為一旦醫療院所被攻破網路停擺 就可能造成防疫整合工作的停擺 那台灣其實處於一個非常嚴峻的環境 行政院資產處處長檢問就表示說 台灣遭受境外攻擊的次數每個月高達三千多萬次 所以想要請問您說台灣政府現在對於 無論是衛福部或者是機關署 或是各家醫療院所有沒有相關的一些防疫措施 是 行政院成立就是國家自動安全匯報 到明年就滿20年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長期的一個對策 那這20年來其實您剛提到的醫療當然是其中一個部分 但是局番通訊 金融等等部分其實都有非常多的攻擊 那剛才講的就是每個月三千萬次的那個是實際著手攻擊 如果是以外部掃描來講的話 那每個月是接近兩億次 所以其實是真的滿多的 那當然就是在這麼多次的攻擊裡面 我們以去年來說三級的資產事件大概只有十億件 所以表示說我們的資產防護是有一定的成效 所以雖然您剛講是很嚴峻 但是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 那目前就是我們大概是從深度 廣度 速度 這三個不同的維度來試著讓這個資產防護 不是只是好像我們在政策上面說要做 而是它能夠深化 內化到每個人的這個意識裡面 所以您剛特別在講的就是在醫療方面 醫療方面有一個叫做HISAC的這樣一個體系 那這個體系其實是自動安全匯報裡面 自動安全防護組 它本來就有一個所謂的資安外部集合的這樣子一個程序 那所以每次集合的時候就會找出這個受集合的機關 它應該要改善的一個事項 那因為自動安全法實行之後 本來是比較像是技術執行面的這樣的集合 從今年開始就變成以政策管理面來進行集合 所以如果沒有辦法落實資安管理法 沒有辦法做到政策有一致性分層管理等等 這個外部的集合機關就會說 那你應該改用什麼什麼樣的方法 所以這個HISAC的機制其實在去年 有醫療體系遭受所謂的勒索病毒攻擊 那一次就是透過HISAC的這個機制 一次就全部通知各個醫療院所的自動專責人員 那就很有效的有降低受害的情形 那現在其實武漢肺炎的疫情不斷升溫 那企業為了降低群聚感染的風險 所以慢慢再實施可能人員在家工作 或是分流這種措施 但是這樣子的措施是不是也會給駭客開一個很大的漏洞 造成可能很多資安攻擊的事件發生 那您認為說企業該怎麼樣提前去預防這些可能會發生的資安風險嗎 是 我自己遠去工作大概有20年左右的經驗 所以當然它除了說減少因為實體接觸 這個造成群聚感染等等 它其實有很多別的好處 譬如說開會就不會開那麼久 那或者是說它可以讓每個人他在工作時候更能夠照顧家裡等等 但是確實大家最擔心的就是資安這件事情 因為重點還是成員的資安意識 不然的話這個組織總部他買了再好的資安的軟體 如果貿然開放但是成員自己的資安意識不足的話 那他自己就會挑選自己喜歡平常用的雲端的應用程式 協同的作業軟體等等 那組織是完全不知道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樣子所謂我們叫out of band 就是在組織所規劃以外的視訊會議共享檔案等等 這個就馬上有可能造成資料的外洩 所以我想組織在規劃遠距工作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在管理面先理解就是成員到底會需要使用哪些服務 然後確保說組織已經有能夠因應這些需求的一些軟體服務 而不是讓成員自己再去找就是外面的服務 那這樣子的話如果大家都能夠覺得說 那組織所提供就已經蠻好用的 這樣子網路環境的安全才有著手的一個空間 包含連線的網斷啊 授權限制重要資料的存取啊 去完成紀錄這些積合的軌跡 資安監控等等 這些才不會變成資安攻擊的破口 但是如果組織沒有辦法回應成員的需要的話 不管你這邊規劃的再好 他就是找一些別的東西用了 這樣子組織反而是完全是在暗處沒有辦法去防禦 那現在其實是一個資訊公開透明的社會 那民眾可以透過網路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各種大量的資訊 但是我們知道網路上其實充斥很多假訊息跟假消息 但民眾可能不一定有能力去判斷說 他們獲得的資訊是真還是假 所以您認為說這兩個部分 您認為說政府在打擊假消息跟假新聞這部分 跟維持我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上面 怎麼樣維持一個很好的平衡點 那再來就是民眾要怎麼樣去確定 去判斷說他們獲得的資訊的真實性如何 是 我想我們是不會所謂打擊這個 假新聞三個字我是絕對不用的啊 那假訊息其實就是假的資訊跟假的消息的合稱 所以講假訊息差不多就夠了 那我們在假訊息的危害方式方案裡面 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所謂的惡假害 它就是分別是從動機內容跟影響 它的動機是故意的 它的內容是虛假的 它的影響是造成公眾的危害或者損害 這三個要同時滿足 它才是滿足我們叫做假訊息的定義 所以簡單來講 當我們看到假訊息的時候 它跟新聞工作事情完全不相干的 新聞工作它至少經過事實含合的程序的話 它是不會落入所謂的假訊息這個方面 那如果這個冒充是新聞 所謂內容農場等等 那當然還是有可能是在假訊息的範圍裡面 那我們處理的方式大概分成兩組 一組叫做釋假跟破假 這個是在公民試讀的部分 跟即時澄清的部分 它的危害還沒有發生 那第二個在易假跟成假 就是它已經發生了 你要怎麼抑制它的危害 所謂的減災 那或者是說要懲罰這個 就是實際上面 去有意的去散播這些訊息的朋友 那在試假跟破假方面 其實我們的成效是滿好的 教育部在去年5月就已經成立了 媒體素養的推動委員會 那媒體素養教育的行動方案 也是去年7月就頒布 所以不管是我們現在新課綱 中小學課程裡面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這個是九大素養之一 那而且我們行政院 有一個公務人力發展學院 也不斷的在開課 包含網路輿論試讀回應 防止假訊息策略等等 確保我們的公務人員 對於假訊息能夠 能夠及時的這個應處 那這個即時澄清機制 我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說 政府各部會的小編 現在都掌握了所謂 民音工程的這樣子的能力 就是說就是動不動就可以 可以做出比謠言散播得還快的 真實的這個狀況 那像什麼這個伊利卡城啊 什麼之類的都非常的國際知名了 那這部分當然是 靠公務人員的素養 那二方面我們也靠中立的 第三方事實查核的組織 來提供民眾的即時訊息 就是您剛才說的 好比剛剛說 台灣五個主要的網路平台 Facebook Google Line Yahoo奇摩 PTT 已經共同訂定一個叫 不實訊息防止的 業者自律實踐準則 所以這兩年以來 他們都跟一個叫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是由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跟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一起成立的這樣子 一個叫TFC的一個組織 那它是國際的事實查核聯盟 RFC聯所認證的一個 第三方事實查核機構 所以只要去在TFC可能訂閱啊 或者是你透過LINE的 這個官方澄清的BOT 或者是說現在趨勢科技 有一個防詐達人啊 有非常非常多管道 讓大家能夠即時接取到 這些澄清的工作 那當然一假跟成假的部分 這個主要就是羅賓成老師 羅賓成政委在負責 那包含參考法國的反資訊操作法 去提出像總統副總統選舉發言法 跟公職人選舉發言法的修正草案 好幾波的這個修法 通常會有一個視察證的參考原則 在民眾申訴之後 目前採取了六件案件等等 不過那一部分 我就比較沒有參加 所以一方 那個說機器先停 好 3 2 那想請問委員 如果一般的民眾 在LINE上面收到一些訊息 那他要怎麼樣去確認說 這些訊息的真實性 是 其實我們在2月的時候 美國在台協會 就是AIT 有跟就是 美國的全球參與中心 他是國務院的一部分叫GEC 跟台灣這邊一起辦的一個叫 美台科技挑戰賽 就是為了要解決 你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就是一般的LINE的使用者 他沒有那麼容易說 一個一個都要去轉傳啊 查證啊 還要開搜尋情啊等等 那我們也邀請了 包含以色列啊 澳洲多國的隊伍 那那次挑戰賽得到第一名的 就是去世科技的防詐達人 他本來其實不是用來處理假訊息的 他本來是用來處理詐騙的 就是去世科技的劉彥博 跟幾位工程師的同事啊 都有自己碰到過詐騙 那所以呢 他碰到過之後呢 就決定用下半時間 自己來開發這種防詐的工具 那他的好處就是說 你轉傳的時候 不一定是文字 他有時候 詐騙是一個圖片 是一個影音 是什麼東西 那他都是可以去進行掃描 所以呢 你要做的事情 就不是一一的去轉傳給他 你可以直接把防詐達人 邀到你的 好比像說聊天的群組裡面 他就像去世科技的防毒軟體一樣 會每一個新的訊息來的時候 他就先掃描過 那看到貼圖啊 連結啊 這些群組辨識的這些資訊之後 他就會跟民間的 好比像說一個叫真的假者 或者一個叫Michael Penn 等等的這些 去接洽使用的資料 那包含我們外交部 衛福部機關署 食藥署 警察局 包含刑事警察局 這些 這些機關都會把 即時的這些詐騙的事情 去借接到 這樣子一個防詐達人 所以你只要把他加入群組 就等同於把 剛剛講的這些資料協力夥伴 一起加入這個群組 他就會即時的去澄清 所以周老師 Cut 那個不好意思 我可以尊敬你看 救護車 好 不好意思 我可以重駕 這讓我可以re-roll 好 那我們就再重來 對啊這讓重來 不關嗎 可以關嗎 可以關嗎 烤箱 好 沒關係沒關係 一半了 再一個手板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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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那想要請問委員 如果一般民眾 在Line上面收到一些訊息 他要怎麼樣做 才可以判斷這些訊息的真實性呢 是 這個題目其實就是 我們今年二月的時候 包含美國在台協會AIT 跟美國的國務院全球參與中心 GEC跟台北這邊的朋友們一起辦了一個叫做美台科技挑戰賽 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們邀請了包含台灣 以色列澳洲等等多國的隊伍 那獲得第一名首獎 最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趨勢科技的防炸達人 那防炸達人 他其實是一個Line的機器人 他的這個作者呢 劉彥博跟一些工程的同事 其實就是自己遭到過詐騙 所以他們就去看詐騙的各種形狀 他不是只有文字而已 也包含可能一些影音啊圖卡啊等等 都是詐騙者會使用的這個手法 所以就把它擴增到假訊息的這個防治上面 那當然要怎麼樣知道這個假訊息呢 他們除了跟民間 好像是一個叫真的假的 或者是Megopan這些朋友們合作之外 也跟政府單位 包含外交部 我們機關署 食藥署 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等等 去借接 所以呢 你只要把防炸達人邀到你的群組裡面 他就會像區域科技的防毒軟體一樣 每一個訊息人來的時候他就掃描一下 等於就一次把所有這些資料庫 借接到你自己的這個對話群組裡面 在過去一個月裡面 他們就判斷了超過4500萬筆的資訊 也成功回應了超過100萬筆的假訊息 跟詐騙資訊 所以詐老師每一個群組都要邀請他進來是不是 就先邀一兩個嘛 然後試試看這個使用者體驗怎麼樣 在其他的群組也許你還是可以單連的轉傳給他 每一個群組對於這樣子邀機器人進來 當然接受程度不一樣啦 所以就是先挑一些比較能接受的 那另外資訊媒體IT Home 每年會針對企業的資安狀況來做個調查 那去年的調查結果顯示 有超過5成的企業 認為說他們的資安的風險來源 最主要就是來源是員工 那請問你認為說為什麼員工會是企業 認為最主要的資安風險來源呢 對其實隨著科技進步 許多的組織它都已經高度的輸出維化 所以導入相關資安管理制度 尤其你用的是一些雲端系統的話 它常常就是這個威脅攻擊防範 本來就是它的這個套件裡面的一部分嘛 但是呢其實不管你的制度在完善 還是需要人來圍運 那只要有人為介入的環境 那就會有蓄意的風險 以及疏忽的行為 這兩種狀況存在 所以不只是員工啊 我想領導者在內啊跟全體成員 他們的資安認知跟能力是不是充足 就是組織能不能夠因應 資安風險的一個主要的因素 那根據國際黑帽駭客大會的調查 各種駭客的手法當中 又以釣魚郵件啊 或是一些社交工程的攻擊方法 是最難防範 做人會忽略 但是可能會造成最嚴重的損失 那請問您認為 企業怎麼樣去防範這些 很危險的駭客攻擊 包括了釣魚郵件 或是社交工程的一些攻擊 是我想釣魚郵件特別困難防範的原因 是因為人們對電子郵件 就是有一個好奇心 然後容易疏忽的特性 那只要這個所謂的Spear Fishing 就是魚叉式的釣魚郵件 它不是每個人都撒一樣的訊息 它是專門針對這個組織裡面 特定成員的電子郵件形象 去製作出一個很逼真 而且跟它業務顯然相關的 這樣一個電子郵件 這樣子它點開附件檔案跟連結的介信 就會比較低 那這樣子的話 當然就像您說的 會對組織造成重大的危害 那這裡面大概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說 組織需要長期性 持續性去進行 電子郵件的社交工程的演練工作 那在我們行政院裡面 我們隨時都會接到這個資安處 或者資訊處 等等的這些 魚叉式釣魚郵件 你只要按了 它就說你中計了 這個需要來進行一些訓練講習等等 所以現在大家的那個習慣都很好 好像載入遠端內容都會關掉等等 那這個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養成自然認知跟習慣的養成 那第二個也可以去考慮說 如果你非得用電子郵件不可的話 也盡可能的用有電子簽章的電子郵件 好比像說我們的EMASC口罩系統 不是有機電子郵件給你說 你可以上去查詢你的訂購記錄嗎等等 那那個如果是你用好比像Gmail 如果看到一個小箭頭 你按打開 它是有個綠色的盾牌 表示說這封信是用Gmail所認可的 ASMIME來簽章的 那如果組織裡面非得用Email 當作自己的內部溝通的話 去導入某種電子郵件簽章的技術 這個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面去防範 因為畢竟如果組織裡面有些人用 有些人不用 那你不用的還是非常容易被當作 那個電子釣魚郵件的那個寄件人嘛 只有大家都用的時候 你才可以提供進一層的防護 可是對於企業來說 可能受限於預算的考量 或是主事者他們的觀念 比較傳統一點點 他們對於資產可能 並沒有那麼的重視 所以他們對於環境的整個建制 可能是以防火牆或是防毒軟體 這種比較基本的防護為主 那對於剛剛我們談到的 人員資產意識的培訓 可能沒有那麼的重視 那您認為說 除了政府強制立法 企業可能一定時間內 要做社交工程演練之外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提升 企業對於人員意識的培訓呢 我想一方面就是說 這邊所謂主動式的一些防禦 像剛剛講的做一些演練 或者是我們叫做threat hunting 就是說一旦有被攻擊的跡象 就趕快去找出來等等 這些當然對很多企業來講 都是所謂的痛丁思痛 就是你真的要碰到一次自然狀況 這個主事者才會花很多的力氣下去做 那但是其實從主事的角度來看 這個其實這個文化 真的必須要從領導者就能夠落實 因為其實你如果領導者 他開太多權限給領導者的話 就算他平時其實不會看到 這麼細的系統 但他擁有這些權限 事實上對於一個攻擊者來講 他才是最弱的那一環 他才是我最應該寄掉郵件的人 所以你不管就是訓練再多 所謂的組織成員等等 其實如果領導者 自己沒有自然意識的話 那他自己就是最弱的那一環 所以我想就是也是透過你們的媒體 讓各個組織的領導者 理解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自己的自然習慣 可能沒有辦法一下子培養好的話 那也許你也不一定需要 每一個系統的 所謂的超級使用者的這個權限 這個所謂的分層負責 其中也包含說 並不是說這個組織的領導者 就能夠看到所有的系統 這樣子如果他自己的電子郵件不信淪陷的話 至少他的攻擊表面是很有限的 那你認為企業在針對他們員工的培訓上面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們有更強調 更關注這一點 其實就像我們自己 以行政員來講 其實像剛才講的所謂的全年演練的這個方式 其實真的是很有用 因為包含士兵演練 情境演練 這些其實從資安處的角度來看 他都是直接去邀請產學院代表相關機關 去攻擊各個不同的這個政府機關 所以你沒事就會被其他的機關的這個白帽駭客 所稍微積合一下 那尤其在最近每兩年會邀請國外的專家 來參與觀察跟提供建議 那相信大家在報紙上也有看到 就是說這些所謂的紅隊 跟就是防守的所有藍隊 它的重點是最後的那個Purple teaming 就是說你一次性的請外面的朋友們 好來做一個集合真的打下來了 但是如果你的防守方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了解到 攻擊方是怎麼思考的話 那你就算這次把所有的漏洞都補上了 下一次他就再挑一些別的角度 所以最重要的還是Purple teaming 就是說你這樣子邀請來的這些 使兵演練或情境演練的朋友 必須要坐下來一步一步的去訓練你的防守人員 也能夠像攻擊者一樣的思考 這件事情只要做一兩次 我覺得就會有相當大的效應 但企業他們可能目前還沒有受到這些攻擊 或是還沒遇到 那他們可能對於這方面就比較沒有那麼多的關注 那我們從統計之後看到說 其實如果遭受社交工程演練攻擊 社交工程攻擊的話 每一次都會損失大概十萬美元的這種金額 但是企業如果沒有遇到的話 他們可能就並不會那麼的在意 所以你認為說萬一企業真的沒有遇到 但是他們要怎麼樣做才會提前去預防 其實我覺得您剛剛講說沒有遇到 也要分成說他真的沒有遇到 跟他有遇到但是還不知道啊 的這兩個情況 那要怎麼樣區別這兩個情況 其實就是自己先做一次集合嘛 先行一個紅隊來這樣子打一下 那這就是為什麼在行政院這邊 我們對於所有的這些新興計劃 我們都去專門把5%到7%的預算 就是去做這些滲透測試 就是去做這些攻擊 那就算那個機關現在不太知道說 我5%到底編輯來要做什麼 至少你就是請能夠給你這個意見的機關 自己已經做的集合比較好的 自動安全管理法已經做的比較好的機關 來給你一些具體的一些建議 所以我覺得先把錢框出來 然後到底要用怎麼樣的方式 做滲透測試做設施工程測試等等 去參考在你的這個同業裡面 或是你同一個集團裡面 做的比較好的朋友的意見 但是我想把錢框出來這件事情 就代表領導者的這個意志 如果沒有這樣子框出來的話 你臨時碰到了再去找錢 再去補破網等等 其實往往都是喚不忌急的 那我們今天感謝塔宏委員 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他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川